獲獎同學一一上台接受表揚 慈雲市舉辦書法繪畫比賽 成績結果出爐 各年級的學生作品都具有水準 讓慈雲市主委大為讚賞 前兩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政府說不能辦 他說今年疫情趨緩 我們就一無中度辦 不少 從幼稚園班 在畫畫也畫得很可愛 還有書法也是畫得也寫得很好 疫情趨緩 慈雲市一文華會恢復往年規模 得獎的獎盃更是別出心裁 相當精美 不少家長親自陪著孩子來領獎 見證孩子獲獎這一刻 就是可以在慈雲市的寺廟裡面 參加這一個書法的比賽 就感覺有生命保佑 神明最難畫的地方是 就是他的眼神 眼神非常重要 如果眼神畫出來的話 整幅畫就非常生動 但如果眼神沒有畫出來 就算畫得再精細 這也是一幅非常 沒辦法很驚豔的一幅畫 所以我也很開心 慈雲市給予我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展現我的繪畫能力 我今天參加慈雲市的繪畫比賽 然後這是我第二次參加這個比賽 我覺得慈雲市參加這個比賽 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樣 是因為慈雲市的比賽 有神明就會感覺比較安心 本身也是藝術家過去曾經舉辦畫展 藝脈的副市長邱佩玲 特別出席頒獎典禮 鼓勵孩子們培養自己的興趣 發揮專長 剛開始不曉得大家小朋友還沒影響 剛開始畫的時候我就參與了 我還親自去看每一個小朋友 跟家長畫得都非常的棒 所以我今天也很想看得獎者是誰 不過我覺得多白得獎者是誰 其實參與過程是最重要的 那再一次感恩慈雲市 可以不斷的在這段期間 除了給我們最大的鼓勵 還有幫所有的小朋友 建立我們的愛心 這是一個宗教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非常恭喜今天得獎的小朋友 家長還有幫忙的老師們 再一次運祝一切順利圓滿 我們慈雲市就是注重這個義務活動 每年每年從那個 農曆12月10號揮好送春年開始 一系列的義務活動 到今天告一段落 感謝我們慈雲市 這幾十年來針對基隆市的義文的一個推廣 尤其從小培養讓小朋友的義文創作的一個空間 那再加上用掌學心來鼓勵他們 這樣培育我們的小朋友 那我們小朋友未來在文創方面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成就 那在這邊呢 展現我們慈雲市 長期對於西洋市義文活動的一個推廣 那麼也展現這個慈雲市 對於地方綜藝的一個綜藝 成羲市舉辦元宵登迷大清網會 更不忘培育學子 義文創作 希望讓基隆的孩子能夠快樂學習 培育更多的優秀學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小朋友看這邊喔 dipping Será